三个孩子 有母亲和易叔叔 家里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用担心 不行 我这个大将军不让 我看谁给让你入营随郡 枪都不要想 若沈家不能去 大家军地也不能去 我已信家庭 为她不是龙华富贵 不是安安稳稳地当个夫人 我为的事情 是爱 是能够守在你身边 陪伴你 照顾你 如今 我知道你带着伤 要上战场 却不能在你身边守护你 无法知道你每日 是终于熬过身上的伤痛 我只会陷入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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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能爱 其不能没 其生子折磨 我还不如陪你一同败血 我不许 我不许 那我只有告诉皇后 让她定夺 我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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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夫君 去受苦 若不能在你身边照顾我 我只有出此下策 即使你恨死我 怨死我 我也无怨无悔 我 我 我就是不能失去夫君 我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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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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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沈家做了这汤 谁尝过了都说好 所以我学着做了 来 尝尝 看有没有沈家做得好 好香甜 比家儿做得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不是因为家儿不在 你才夸姐姐 好喝你就多喝一些 尤其这汤里放了些红花 对各种愚痛内伤颇为有益处 想当年你第一次出征 虽一脸稚气 却亦是英雄威武 神采飞扬 如今 虽然成熟沉稳 却也尽显沧桑 对 荣马十年 宝京历历 从当初 羽翼未封的无名小卒 到如今生名显和的大将军 当然 是沧桑沉稳了 正因此 才能调兵前将 尽险威夷 统领大军 辗转南北 这些年来 弟弟血拼沙场 救换位好又添心伤 日月复驾 不知会否埋下隐积 姐姐 或许你心里有话 很想讲却讲不出来 又或是不想讲 还是愁愁着 不知该怎么讲 都不要紧 姐姐都明白 是 佳儿告诉了姐姐 佳儿只是引起了 我的疑惑 她在皇上面前 无礼扬升 又不止一次阻止 你已去病事件 根本就不像平日的沈家 不过你才是 告诉姐姐真相的人 你是我弟弟 你的神色言行 又怎会瞒过姐姐 看你最近气色渐差 步履不负刚进 又滴酒不战 现在 沈家又执意 要陪你去出征 姐姐不必忧虑 我虽有救患 但轻微不碍事 只因大战在即 一切需小心谨慎 所以 不沾酒 不必见 怕有所闪失影响战事 简儿太过紧张 才执意要随军出行 照料我而已 从你首次出征 到如今终极一仗 作为皇后 深知为江山百姓 你是不能不打 而你作为大汉的大将军 一个战士 相信你也必须打 但我更知道 你为国为民之外 也是为原大哥 扬民贤祖的心愿 更为保姐姐这个皇后 安稳无用 姐姐 姐姐感激你的苦心 但姐姐也希望你知道 什么荣耀 功名厚威 对姐姐来说 都不如你哀然无恙来的重要 好 我会记住姐姐 今日所说的一字一句 记住姐姐的关心盼望 奋力而战 也会谨慎而行 姐姐 就安心等着我扫平外患 便将保洁 在此大声而归吧 好 好 到天下臣民朕以古约 喜迎公将凯旋而归时 姐姐要见你 踏着刚进如烯的步伐 回到姐姐身边 弟弟 定不负皇上和姐姐所托 决胜大墓 安然而归 建立太平盛世 好 姐姐会在你出征期间 为你绣一件长寿绣袍 用弟弟如意平安 福泽安康 让你世家归巢 卸去重担 好好享受你用这半生血汗 打下来的太平盛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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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kolay 一切 来 慢慢吃 这烧肉是我用蛮渣煮成的 可花鱼形絮 有利于你的内伤 你也一起吃吧 我煮的时候已经吃过了 来 佳儿 歇会儿吧 我不累 能陪在你身边就好 佳儿 成婚多年 多亏由你提亲照顾 料理加固 让府中上下兢兢有条 三个孩儿茁壮成长 我能后顾无忧地拼战沙场 却因为 有你的牺牲和付出 这都是我 为人妻子的分内之事 能在夫君身后分忧 是佳儿最大的幸福 佳儿 这么多年来 让你受委屈了 但无论如何 我想要让你知道 我是你可以把秘密 性命 都交托得生死至亲的妻子 来 你说过的话 我都记得 我刚嫁你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 在你心里 要占据一个位置 我当时只觉得 只要能够靠近你 就像薄约 接近青天那样 我就很满足了 如今 我能够陪你共赴沙场 看着你刁兵遣将的威仪 对我这株小草而言 何其又行 佳儿 有你在我身边 是我此生 最大的幸福 放心 此行虽然艰险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 你保护好你自己就好 在我眼里 心里都只有你 若你出事 我必定不能毒火 所以 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一定要平安无恙 我要每天 都能像现在这样 靠在你身边 放心 我一定会撑下去 因为 我心里有家儿 你永远在我心里 即使在战场上杀鸣 你 你都能陪伴着我 为了你 我就立即备赠 去兵 已经领着精兵 进了大漠了 我们是不是 也快要离开边关 入敌敌地 一不说好 就会出发 穿过前面那片琢琢林 就进入大漠了 就进入大漠了 琢琢林 对 就是前面荒野的树林 那里已不适寒净 倒是水源会很难找 这几日 我们要先把水粮处备作 好 那我趁这几日 把你的身子调养好 让你以最好的体魄出征 有劳夫人了 请 夫君 我趁你寻婴时离开 求你见谅 昨夜你说 附近有苏苏林 我开心地彻夜难眠 我听易叔叔说 苏苏林中 有一种肉松茸子 专治虚劳内伤 我问过一宫呢 原来各种正家鸡块 得知肉松茸即消 但中原还有此药 既然缩缩林就在眼前 那夫君的伤患 也有灵药可治了 原谅我擅作主张 我知道你会担心我的安妃 不会让我去 所以未事先告知 你说过 家草 是出生的芦草 生生不息 经风吹雨打 仍昂首不惧 大将军 我要为你做这样的 易烛夹躁 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 傻家儿 傻情儿 所作林附近 外敌频繁出目 你若遇到他们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可怎么帮你啊 出了什么事 大将军 受到塞外探子急报 敌军主力原来早已转移 并没有与冠军后的东陆军交锋 而是向我方扑来 想不到军情会有这种失误 该死 陛下请息怒 如今最重要的是 如何再调配大军 我们的精兵都集中于去病的军队中 为清兵马数目 远远逊于敌军 不能硬碰 陛下 臣以为 不如让魏清留守顶湘军 待去病的兵马抵达郎居须山 乱了敌军部署 再一起出发 围攻赵新城 万万不可 若魏清留守 避坏了兵将士气 这是行军大计 如今趁军将士气高 就该立刻出发 让魏清先行应战 拖延敌军 同时派人急告去病 前去报仇 让敌军措手不及 才有胜算 陛下 精兵都不在魏清军中 怕是拖延不了几日 就被外敌 不会 魏清骁勇善战 不证如神 这些六四大胜 这次也断不会让朕失落 只相信魏清的坚毅 也相信去病的机灵 他们会明白 此账的重要 只能进 不能守 更不能退 此账只能进 不能舍 更不能退 我们 稍作调背 便开进大漠 与外敌决已死战 但为何突然改掉我作用护卫 而派他公孙敖去做前锋 明明我李广才是皇上指定的前将军 李将军 我执你作战勇猛 经验极其丰富 但是此次大战 我们要深入沙漠 长途跋涉 皇上 也担心你年纪不轻 身体吃不消 是皇上担心还是你有私心 天下人都知道 恭送敖云你有救命之恩 李广 你可执你已犯下不幸之罪 我李家几代都是重粮 我儿子李敢 还跟着你外手获居病出生入死 我们李家论军功 绝不在他人之下 他公孙敖若有什么功绩 也大可数出来 你派公孙敖做前锋 无非是要助他领功复决罢了 李广 我以大将军之命 命你速速领兵 随时准备出发 这是军令 遵命 你们 速速将我新的调配下达重将士 要好好地安抚军心 激励士气 到时 一生好强 莫被挺进 走 恭送 大将军 时间紧迫 军中有精兵不多 你身为先锋大将 先速速整合五千骑兵做冲锋兵 随时候命抢占先机 诺 报告大将军 我等便学未见夫人 但想着在缩塑林附近 湿到女人衣服的布屑 不知是否夫人所有 特敢来向大将军回报 徒弟 果然是夫人衣服上的 末将再派人去寻找 不用了 你去准备兵了 不要耽误了军情 我自己去找 来 来 来 去那边 那边 卫卿 走 卫卿 喏 家儿 家儿 大将军 家儿 大将军 帮我走 诺 锦儿 卫将军 这就是你的夫人 抓到个汉族女子 我已经很惊喜了 你幻幻没有想到 竟然是你卫大将军的夫人 真是天处我足啊 既然你知道他是谁 还不赶快放人 放了他 可以 你赶快退兵 归回院门关 交还肃方郡 否则 你就等着为他收拾吧 夫君 卫大将军 不要为了一株小草 而耽误了军情 不要 住手 放着你们也休想活命 我们死 还以由大将军的夫人陪葬 退不退命 退不退命 家儿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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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傻 家儿 不要回去 回哪儿 别乱手 我带你回去 撑住 偷lü要过 disease 我才能吃你的内神 我 家儿 我不能 陪伴在你身边了 家儿 要服侍你 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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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家儿 家儿 不 不 家儿 不 不 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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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乖 谢顾花巧 乖 我先带孩子们出去 我们到外面去玩 玩累了呢 有小点心吃好不好啊 好 来来来 跟我来啊 走 这易老头儿今天是怎么了 不吭一声 看来他是有事情烦着呢 喜娘 你来坐 我有事跟你说 我刚才在车里坐了半天 不想坐了 我还想到外面看顾三个孩子呢 皇后有什么话 直说就好 来 过来坐 喜娘 家儿他去了 家儿他去了 家儿随卫卿出征去了吗 这我知道 卫国卫民嘛 我是说 家儿他去了 回不来了 不 不可能 喜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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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冷静 不会的 不会的 家儿说得很快就会回来 她答应过我的 我的家儿最孝顺 她不会骗我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喜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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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被外敌挟持 为保卫清和军队 当场自尽 喜娘 苍天哪 为何如此狠心 竟然我女儿就这么走了 让她在那陌生的荒地做孤魂 喜娘 喜娘 你为何狠心带走的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喜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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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皇上一定会派人 把家儿的遗体接回来 不会让她一个人 不会让她独留在陛乡 喜娘 你听我说 你也不孤单 你还有魏清 还有我 还有三个孩子呢 你不会孤独的 可连家儿的孩子们 还这么小就失去母亲 连最后一命也见不到 苍天哪 你为何不能在我的心里 劝我女儿的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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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卫青回来 陛下 朕知道 卫青痛失爱极 定想杀敌报仇 但开战以来 已是一搏三折 朕花了很长时间 备齐粮草 整顿兵马 充实军库 就是为了莫南再无王庭 此次不容半点疏忽 但以卫青如今的悲愤心情 只怕召她 她不回 你去 她不回来 就抓她回来 朕当日捡她夫妻恩爱 若为卿私欺而失去理智 战里上出了差错 足领生灵涂炭 朕岂不是愧对万民 陛下 皇后求见 陛下甚爱 子夫 你痛失亲人 一定很难过 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呢 陛下 子夫知道不该干涉朝政之事 但此次关乎臣妾弟弟 敢问陛下 准备如何处理前线战事 魏青虽然六战六胜 但这次朕要召她回来 改以去兵 统领全军 因为此战 臣妾明白 正因弟弟情深 侵赌爱其惨死 悲怆之间 获失礼制 留在军中 恐生俱获 但招其回来 却也怕难成其事 只是 若魏青 能够禀去忧伤 冷静领军 陛下可会改变初衷 他是朕的甘诚大将 他若能胜任 朕自然不想撤换他 但当前局势严峻 又关乎他的至亲至亲 恐怕不能如你我所愿 若魏青不单是陛下的甘诚大将 也是臣妾的弟弟 臣妾与陛下一样 都希望能转威为爱 此事可否交给臣妾处理 举报 狄军已抵达志延山附近 我们明日出发 恒越沙漠 正面突击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公所 在 你与我共领先锋部队 直奔敌军主力 诺 李广照实习 在 你二军从东陆处罚 掩护先锋部队侧翼 抵达末北之后 主力攻击敌军左侧位 诺 末将定不负大将军所望 其余人等 随时待命 等候出发 诺 蓝兄弟 还好你来了 大将军他 慢慢说 魏清人哪 他在自己营仗 表面没事 指挥依旧沉着落定 但忙完军务 就独自躲在帐里 无人敢去打扰 魏夫人行了入殓之理没有 没 连小殓都不准 为什么 那夫人的遗体现在安逢何处 谢谢你才得有松茸 真的有用 这两日 我气息长顺 是 精神多了 你平日嘱咐我 要多吃的东西 我也都记得 你的话 我一直磨叽于心 等我打了胜仗 就陪你一起 以后四海将船 看潮汐仗推 好不好 我也不要再做你的什么晴天 我也要做一炷夹架草 与你同风同雨 卫青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与我夫人叹息 他有回应你吗 他在休息 你这样会惊扰到他 你还是走吧 卫青 你看看你自己 你是大将军 手握万人生死 我不是如常调兵前将吗 我有犯过什么错误吗 这就是错 你做什么 他的脸是冰的 他已经死了 不 他不会死 他答应过我 会一直陪着我 他担心我的身子 才随军出征 为了替我采药 才冒险出营 要冒险打仗的人是我 要吃寡荒杀的人 也应该是我 他怎么会死呢 大哥明白 你不明白 你想带他走 可他根本不想走 他只想在这里绊着我 他又看我为他打这一场仗 看我大胜而归 但是你却不提量我们的心 你算什么兄弟 我不是你兄弟 那外面的将士们 是不是你兄弟 他们表面上军心饱满 但事实呢 他们有多心痛你知道吗 你不听我的没关系 但你敬重的姐姐的话 你不会不听 这上面不但有她的字迹 还有她的累积 每字每句都重如千锦 难如登天 我不要管 好 我你也给你听 不听我 一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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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白天 高兴 你我姐弟轻身 所伤所痛 我也感同身手 即使你已是 统领兵马的大将军 但作为你的姐姐 能与你亲近如初 也愿与你同悲同苦 分担你心中之爱 抚慰你强溢之痛 依人远隔 可血脉仍在 家中至子 刚丧亲母 孤苦无疑 即待父亲亲自安抚 身为仁妇 更要平复朕座 捡起母之 胃之 息之 养之 欲之 尽 还要喜娘 痛失相依相靠的爱女 悲痛欲绝 难以释怀 正待女婿无虞而归 替嫁儿 今未今之孝 已往心 浓浓蝗蝟 蝟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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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蝟 你都与我相扶相守 若我孤若一身 如何撑过风霜雨露 弟弟 不知嘉儿 姐姐也极需要你 一人一驱 但大敌当前 需要你的不止至亲 还有大汉将士与天下百姓 姐姐盼你早出困局 莫因仇恨乱了心知 莫因离情 误了苍生 更别让嘉儿 枉死大悟 姐 自负弃宿 你在哪儿 他不你 知道 你太可爱了 你惊醒了 在参加 她不过 在尊严 有 温度 在尊严 你 你像月色一样 你像月亮的沉默 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 我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铺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路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守卫在我心底 直到天底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 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沾滴 包围我的天地 你守卫在我梦里 不让你点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比呼吸还细腻 你沉雪的清晰 出席我的回忆 优优独播放